我們昨天上星期有講到那個原住民委員會在原住民 就是那個民族弱勢裡面扮演的角色是一種比較兩面都是沒有辦法做好人的角色 那我想問的是農會在農業裡面扮演的角色是什麼 這個問題問得很好 對那因為我本身沒有參與過農會 我們請留在農會當中的小馬為大家解釋一下 我們稍微講一下就是 不知道大家對農會的印象是什麼 我們過去 喔我聽到吸血了 OK 我在從事農業的過程當中 大概是第五年第六年這個時間 那我們過去的時候我們不太接觸農會 那如果大家可以了解農會的話 我們大概會有一個 大概其實就是一群人結合在一起 為了解決一個問題 這個問題叫做農業產銷問題 那基本上就是這樣子 可是問題其實一旦不斷不斷地在產生 那如果有一個機制 可以一起出來支持這個事情 那我想這個問題可以被解決 它不會這麼容易的被我們的二分法去劃分 它是好的還是壞的 我不太喜歡去劃分這個事情 原因是因為 我們好像沒有這個 從一個角度來看 我們好像沒有那麼資格去劃分 它做的全部都是壞的 它全部做的是好的 我們好像沒有這個資格 那樣子 也不太能夠評價 或是直接評價 因為你現在看的事情 會看現在它對你不好 或是現在它對你很好 你不知道過十年後 會發生什麼事情 或是你不能預估這個事情 或是你應該思考更多的是 未來會產生的狀況是什麼 這也是我在談的 我跟很多朋友在談農業的這個產銷問題的時候 我們就會回到剛剛那個問題說 你說農會在過去的角色扮演了農產品的角色 農產品銷售的角色 很多農民生產出來 然後透過農會集中 然後有良好的服務 然後就可以把它賣出去那樣子 那現在當然有很多的組織在做這個事情囉 那如果它沒有稍微控制好 我們多元的文化稍微的慢慢的消失 然後我們人口的年齡層也慢慢的偏態 那很有可能就會發生 常常在台灣的小島 常常發生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小心你就壟斷市場了 不小心 我要用不小心這個話 不小心你就壟斷市場了 你的機制能不能夠防禁你的不小心 你的機制能不能防禁你的不小心 這是我們要談的事情 所以它不管現在你看到的狀態 哪一個農會哪一個 我也參加有一些農業的組織 我也覺得他們做的挺好的 不過我們都一直要問這個事情 它有沒有考量永續這個事情 那它有什麼機制讓它可以永續 OK 謝謝 沒有問題 好 我先幫他補充一下 其實如果說你想要更深入了解到 一些細節的東西 也許你考慮去大甲找他 因為他講的東西就會跟他現在有一點 他現在比較含蓄一點 他今天真的比較含蓄 但是如果你去大甲找他邊種田 他就會告訴你很多東西 好 那這個小姐先舉手 那可以 我想請問一下 就是我們剛剛在演講的過程中 有不斷的提到 我們今天買有機的蔬菜 那我們現在接觸到的可能就是 台塑 台糖 那在中間講者有一直提到說 其實如果我們今天有機會去接觸到農民的話 其實我們可以就是改善真正需要幫助的農民 或者是可以做比較實質上的 真的是有注意的事 那我們有什麼管道是可以做到這件事情的嗎 因為剛剛我們有提到農夫市集 那在農夫市集的情況上是不是也是 他知道有這個管道的人 他才會到農夫市集 對 那我們要怎麼也做 我們才知道我們真的是幫到我們要幫的人 謝謝 我先講一下 因為我現在不是農民 我在講完的時候再換小馬補充 對 為什麼我剛剛提到一直不斷強調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大家都有慣用的媒體 對 我先回答你剛剛提到就是說 我們要如何取得訊息這個部分 好 你們現在會看到非常多的媒體 就是包括你在網上Google 去打你要買什麼東西 其實他們很多訊息就跑出來 對 但是你有沒有想過說 這些都是已經用這個媒體幫你篩選過的 對 甚至你很難去直接判斷說 到底這些農民或這個商城 或你今天買到的東西 對 他到底是不是真的農友生產 或許也不是 因為很多都不是 後面經營的人都是業者跟盤商 好 那我剛剛為什麼會提到這個東西呢 其實 針對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現在真的很多管道可以接觸到農友 但其實很多農友他其實很害羞 對 他其實不敢出來面對 不會像小馬這麼的open 都會出來面對群眾 對 就是這其實對應到我們 後面產銷的一個根源 對 就是為什麼很多農友都脫離不了盤商 對 所以我才會提到就是說 大家有機會喔 你們可以透過你出去外面玩 我是鼓勵大家出去啦 對 出去踏青 因為會來參加農民市集的農友 他們其實 你不覺得很奇怪喔 農民真的很忙啊 對 像我種菜真的是 一天都晚都整在田裡面我超忙的 我真的很難有時間撥出來 而且會不然農民市集就是那幾個地方 對 那出來賣的話 可能當下賣不好 對他可能 他只是一個行銷的管道 但是很多農友他們其實沒有辦法參加農民市集 對 因為市集他為了要維護市集的形象 所以他必須要針對說他的產品力是OK的 對 那今天我同樣付出同樣的努力 我種出來 可能我有用慣型的一些手法 對 我現在跟大家強調 我不是說買東西一定要吃有機喔 或是說吃安全 因為站在我的理念當中 我覺得只要解決大家食物糧食安全 這個農友他對於產業貢獻就是一定他的地位 對 那針對這些他可能用慣型的手法 對 然後去他去生產的 然後這些農友他們在市集上比較少被看到 但他們其實是需要被幫助 對 他其實很需要被幫助喔 因為他或許他想要做有機 但他的土地不允許他做有機 對 所以他們也很需要被幫助 所以我是鼓勵大家說 欸 可能你們在下次喔 你們有機會安排自己的出遊 鼓勵大家多出去走去看看 可以到台灣的後廚房 雲林去走走去看看 然後有機會參加農博去看看 對 多鼓勵大家去看看 那你在看看過程當中 你就知道說 假如說這個產業到底狀況在哪邊 對 那你剛剛講的市集 其實也是一個環節啦 因為他們是會出來參加市集 或是網路上有提供的 其實他會形塑一個形象 會支持在地做遊機的農民 還有向前的動力 因為他們真的做得蠻好 對 然後他們在在地 雖然說他們有出來 所以他會給他一個image說 喔 我有機會出來擺攤的話 也是一個機會 對 所以都好的方式 第一個就可能去農民市集最方便 對 以最符合你的需求的方式 然後出去玩也是一個方式 OK 好 把小馬補充 我覺得他講的差不多 主要就是認識農民 那怎麼樣認識農民 就是累積 因為我發現一個狀況 就是你以為 你馬上可以解決農業現狀 就是你以為要做什麼事情 馬上可以解決農業現狀 你知道我常常在跟人家講一件事情 就是中國的農業的歷史 是從神農日開始做那個 那個叫做壘事這個東西 他一做下去之後 他是用木頭做的 然後當然就沒有辦法用牛拉 可是一直到春秋戰國時代的時候 他大概歷經了 大概三千年前了 三千多年了 然後以後才開始 因為有受力的配合 然後他就可以拉了 那樣子 他就可以 然後還有鐵器 他就可以拉 那它是一個非常非常緩慢的狀態 因為我是一個青年農民 所以我不需要為這個事情道歉 可是我相信過去的人 要為這個事情道歉 就是以至於他累積這個成果 但你可以決定一件事情 就是你現在決定 你要累積什麼樣的成果 就像剛剛說善累積 當然沒有辦法馬上解決 就是你的認識 還有你的多元認識 都會 多元不同的管道 都可以協助你幫忙你增加 對農業現狀的一個了解 那這個你就可以選擇 怎麼樣你認為它是永續的 我覺得這可能是比較好的一個說法 就是我沒有辦法想像 就是以現在台灣的一個媒體 或是網路的型態 你就是 或是你很懶的 就是你都吃那個 這個外面的東西 或是你都吃 你都吃 你甚至你連看文章 你都看懶人包 因為我想你就很難解決這個問題了 就是 所以可能 就是 大家累積 然後面對 然後你開始選擇一個 開始思考它 是不是可以永續 那可能 也許我們可以踏出第一步 那樣子 對 對 那對不起 因為我想回應一下 小馬剛剛前面的一些回答 那 基本上 我想 先跟大家分享 兩個主軸 這是我從 小馬這邊得到的一個啟示 OK 其實我想大家在做農青這件事情 各位想到可能只是做農種物 就 當它進產 回去種綠豆 回去種紅豆 各位 你是青年了 你進到農村 你只能種植嗎 OK 事實上不是 你可以做一件事情 我剛剛有跟大家分享 我覺得目前台灣有很多資訊的平台 還是基本上 你可以很容易把農作物就丟到 網路上就開始賣 可是事實上 這效果是非常不好的 OK 那 當我到農村裡面去的時候 我想請各位 農青 如果你進到農村裡面的時候 請你不要只是開始思考 如何種 然後怎麼種的好 如何種的品質好 甚至說 我們不要開始 種那些農藥的東西 開始就做有機的東西 除了這件事情以外 我希望大家幫忙做一件事情 把資訊帶去農村裡面 我舉一個很簡單的例子 我今天丟一個notebook 到農村裡面去的時候 你知道 所有的阿伯都不跟我講話 OK 我昨天在國庆裡面 我帶了一支3,900的智慧型手機 到裡面去的時候 阿伯也說 少年一支手機多少 三千塊 三千塊 三千塊的手機 哪熟 這可以衝嗎 可以哪 可以Facebook 我也很想要 很想要Facebook 阿伯可以 我跟你加 我開始拿出我電腦 幫他設定他的帳號密碼 然後弄在我的手機上給他看之後 他先是撒掉的原因是因為 我看你在電腦關聯的拍你 我感覺我對不到 我看不到 因為滑鼠一直在跑來跑去 對 然後最後 我把他兒子的Facebook 加到我的Facebook之後 在我手機上一叮咚的時候 就說這就是我要按的 因為我用手把他把他 就可以開始用了 但是問題是 在國姓的這樣一個農村裡面的話 我必須說坦白話 能夠接受用這種電腦科技東西的人 甚至晚上願意來跟我學 智慧型手機如何操作的 坦白講 少之又少 對 幾年 對 幾年 對 OK 我關鍵不是老人當種子 OK 是年輕人當種子 年輕人變成老人的手跟腳 OK 但是另外方面我必須要說一句話 那個阿伯他吃的鹽都比你吃的米多 OK 你很難去跟他講太多事情 但是我覺得沒關係 就像我現在在國姓那個地方 我們在做有機 OK 阿伯說我的有機很厲害 很厲害 很厲害 可是 我只要把中文道寫的那個 蔡東川 把他帶進去一下 這是什麼 然後馬上去Google完資料給他看 他也做的東西跟我很類似 OK 那基本上我覺得農村的東西太過 沒有很open 很多電腦的東西沒有很跟著進去 因為 說坦白話 我光是打開那個 因為國姓很有名農場也是琵琶 我說 我看人家的匹培是三宅的 好小啊 那我要三宅的匹培 我就查看 三宅的匹培 哪有可憐 他要開心 他們就開始說 在研究開始怎麼做 他們從來沒有看過 可是當我開給他看之後 他眼界開的時候 他們開始在討論 三宅的匹培是怎麼做 三宅的匹培都怎麼做 但是問題這件事情是 可能他過去好幾年都沒有感受到 那我的確相信是 一傳十 十傳百 可是我必須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 台灣的農業 不是只有台灣自產 自己生產給自己用 基本上我們現在吃的農產品開展 你是從國外進口進來的 對 所以可能要請大家幫忙一下 就是把一些資訊 帶到農村裡面去 由農青直接帶進去 因為 這是你們最大的優勢 那第二件事情 不要只有種稻米 種綠豆 我舉個例子好了 如果你種小麥 如果你種小麥 那我請教各位 你種小麥之後你要幹嘛 就賣小麥嘛 OK 那基本上你創造出來的經濟的價值 是比較少的 你可以把小麥拿去什麼 發酵 讓它產生酒精 它就是什麼 它就是啤酒 OK 你不賣小麥 你自己家產的小麥 你不賣 你是去賣啤酒 各位可以算一下 你賣小麥的獲得到的利潤 跟你賣啤酒獲得利潤 還在喔 你的小麥 不要只有磨成粉而已 沒有意思 各位有聽到今天那個蛋糕嗎 你賣一個蛋糕 獲得到的經濟價值 跟那個磨成粉 賣是不是不一樣的 所以我兩個點提醒大家 第一把資訊帶進去 然後第二創造你的價值 謝謝 謝謝 因為他太認識我 你知道我做什麼事情 我們現在不能賣啤酒 所以我們是那個 買麥汁送啤酒 我們不賣蛋糕 買麵粉送蛋糕 我要剛剛講一件事情 你知道賺錢有兩個守則 第一個就是資訊落差 第二個就是剝削 所以如果你要賺大錢 就是這兩條路而已 那其實廣義的講 資訊落差也是一種剝削 所以我們正在創造一個機會 怎麼樣讓 怎麼透過不同的方法 讓資訊落差可以變小 然後讓不公平的事情 可以變少 也許大家每個人如果關注這個事情 也許就會比較有機會 可以達成 不然其實是一個很封閉的圈子 這是非常封閉的圈子 不小心就會 會壟斷 我回應一下剛才這位學資訊的先生 剛才其實一開始最早有提到 就是說機械化 然後就有機是不是可以機械化 為什麼有機一定要手工 其實這個部分就是說 其實每個地方 這跟我們的一個農業的 一個農鎮的一個推廣有關係 我們現在就補助一個大型的一個農機具 所以當那個喜怨 喜怨他在推雜糧的時候 整個他去南部的時候 整個面積在擴充非常快 因為對他們而言在執行這些東西 其實成本能力的一個投入對 降低了很多 但是在其他地區 就是沒有這樣的一個生產的一個機具 配合的地方 其實很辛苦 有些甚至種了一次之後 哇黃豆還要自己手工去採 不種第二次了 小麥有的沒有了 然後這個東西就是說 其實當我們進入了一個 我們剛才談規模 然後當我們每個生產的一個環節 很多環節都被某一些 比如說育苗廠控制 我們被代根業者 控制的時候 就壟斷的時候 某一個環節被壟斷 就會出現我們之前 就是在颱風快來了 然後很多農民在搶收割 然後所有的收割機 大家都在排隊 然後老農民排不到 然後拿鐮刀去堵那個代根業者 然後發生悲劇 這是為什麼 因為我們的生產模式 已經跟以往不一樣了 我們小農的生產模式 很多已經失去了自主性 所謂的自主性 是因為被這個代根業者 在生產的過程的環節被掐住了 對 所以你說的機械 這個是很重要的 但是就是說 不管是有機耕種 是友善耕種 就是一個世界科技的進入 然後可以讓整個生產 其實更有效率的這個部分 其實是很多現在的小農 都急於在找 可是我覺得這一段 這個區塊其實很適合 有一些台灣的 比如說學農機相關的 對可以投入在這一塊 就甚至現在在宜蘭那一邊 有一些找了一些老的農機具 老的插秧機 然後出來就甚至想發展出 有沒有適合 對就是女性 女性也可以操作的這種小機具 然後小規模耕種 小規模耕種 就一個適合的一個規模 然後來操作這些東西 可以降低整個人力成本的這個部分 對我覺得就是一個自主性來講 我覺得這個部分其實是值得 值得被可以 被注重的 然後很不好意思的是 我們台灣的一個相關的 我們的一個農政單位 對這一塊 其實都還是偏向補助大型 大型的一個機具 小型機具的開發跟研發 對其實有人在做 但是他就不去注重這一塊 這是我們很嚴重的一個問題 小農的一個生產的這個部分 然後第二個部分 就剛才有講到豆漿 豆漿的價錢 對 豆漿的價錢 如果你了解他的一個豆漿的一個 我們30塊的一個豆漿 然後到90塊 對他中間的過程差異是什麼 然後如果你覺得那是值得的 對那就是值得的 那如果有人可以生產出自己種黃豆 然後做出這個豆漿 然後你喝了之後 90塊跟他買 而且還感謝他 那他就成功了 對我相信是這樣子的 而不是只是單純的一個說 一樣是豆漿 為什麼這個基改黃豆的一個豆漿 飼料級的黃豆豆漿賣 賣30塊 然後這個本土 本土自己自產的那個 友善耕種的要賣90塊 對 等了解那個差異 消費者了解那個差異 這個其實就會知道 那個中間的一個差異 然後剛才就是 就也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在支持 我們在支持所謂的農民 小農這個區塊 或說農民在支持的時候 我們剛才一直提到 我們怎麼可以直接幫到農民 幫到農民 其實某程度就是說 對我們而言 農民都是弱勢的 所以我們要去幫他 在這個與會裡面 這個與會裡面 就是說在這個部分 某個程度 變成是這樣的一個心態 對我們要支持一個農民 跟他買東西對 就變成都是 我們要怎麼去幫 對 這是在某個程度 就是我們在整個 這個農民的一個 一個社會階層 跟這個行業別的一個建構 某個程度好像 都變成是一個弱勢 我們是在幫這群農民 事實上 農民的一個價值 他的一個生產 對提供給我們的 好像不只是 是一個弱勢 然後是我們在幫他這樣子 我覺得這個東西 其實是大家可以更 再思考一下 但我很贊成你提的 青年進入農村 我們不要只是耕種 還可以想一想做什麼事 然後 把資訊帶進去農村 我覺得 這個也是非常需要的 是沒有錯的 對 然後農民 尤其是老農民 你期待他去 再去 又要學資訊 新的科技 又要出來賣東西 喔 講實在話 這真的是 對農民實在是太挑戰了 也太苛求了 對 他要能夠改變 然後變成種一些 比較友善環境的 或是說 對 然後又要 又要 又可以賣東西 對 某個程度 真的是太 太苛職農民了 我會覺得 今年進去 真的可以想一想 對 還可以扮演什麼角色 然後剛才另外有提到 就是小農的一個定義 五分地這個東西 這個東西 我不太知道 就是從哪邊那個定義 但是就是有不同的一個定義 其實就是一個家庭農場的一個最四規模 因為不同的一個產業 種的一個植物 會有不同的一個規模 對 然後其實我想問問各位的就是說 就是說 當我們在有限的一個農業資源的這個部分 然後當投入在這一塊 大家覺得是希望 補助有心進入農村 耕作 然後從事農耕的年輕人 還是應該把這些資源給農企業 給大型的農企業 我覺得這是應該大家可以想一想的 因為台灣的現在的相關的政策 包括我們經常在講 毛豆 毛豆產值一年幾億幾億 對 然後它的一個資本門檻多高 對 它產生的一個經濟效益 到了哪些人的 哪些人的一個身上 然後 然後這個這樣的一個產業 真的對當地的一個農業 對當地的一個農村 對 真的有一個太大實質的一個幫助嗎 就像我們在講 ECFA ECFA 然後 就是石斑 石斑受到 就是外銷中國有很大的收益 但真正的收益的是誰 是石斑 龍膽石斑大王 就是某幾戶 受益 對 所以你應該知道 真正的收益者是誰 對 然後這樣的一個東西 對 對於那一邊的整個產業 真的有實質的幫助嗎 然後 另外一個部分我想再請教 就是說 我有一個朋友他在做原住民的一個 專門做原住民這一塊 然後他成立了一個部落Ego 然後他們出現了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協力原住民 然後很多部落在全台灣各地 然後當他這些東西 他要賣到城市消費端區的時候 他發現一個很大的問題 他一直到現在還沒辦法進去 就是他們的運費 就是比別人貴 到了末端 到了末端這個部分 他們的運費 就是硬是比別人貴 然後 這個東西就是 你如果沒有 沒有試著去幫部落 解決這個問題 他就只能 要進入傳統的一個系統 對 然後這部分就不曉得 有什麼看法這樣 以上 我要先回應剛剛的東西 對不起 因為我本身 對 我本身 我做的研究是水產養殖 自動化的問題 那我在念中興大學博士班 然後 我自己種田 這是跟研究沒有關係的 那著墨這件事情 有一段時間 我要先回應一件事情 就是 剛剛講那個農業機械化 一定要農業機械化 沒有機械化的話 台灣的農 勞動力沒有辦法支撐 因為 我們正在進行一個很誇張的 這個 少子化 還有 這個 城市化的一個階段 所以 在鄉村 在的年輕人口 的確是非常非常少的 這個會在 8月1號的時候 我會特別去講這個事情 所以歡迎你繼續來聽 所以我不講 琢磨太多 剛剛在講那個青年回農的時候 我現在的做法是這樣 我就是不甘願只是做一個種植的農夫 我覺得整個價值不是以種植還有賣這件事情做定論 你試想如果我今天生產出來的東西我自己沒有吃 我就是把它賣掉我換成錢 那會產生一種悲劇 就是我認為它就是換錢的事情 所有問題都產生 所有東西都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問題就是會是這樣子 可是很現實的是 你敢說你每天自己重用自己煮嗎 你不會做這個事 因為你正在城市化 所以我相信這個會是一個緩慢的變革 如果你今天願意開始多久 然後一個頻率 然後你開始自己煮 也許可以改變這個現狀那樣子 那我們現在做什麼事情 當然我們會希望能夠減少 可以集中的運銷 可以降低運銷成本 可以不要以為只要送到消費者手中 直銷到他手中就可以解決現狀 為什麼 因為你根本就沒有那種長組 所以基本上應該是集中運銷到某一些餐廳 或是某一些大的通路 也許你會得到比較合適的利益分配 你可以減少一些問題 那我們就回頭過來講 如果年輕人可以做什麼 我們現在的做法 我們就提供很好的器座模式 所以回到剛剛在講一件事情 我們8月1號會繼續講這個事情 可是我現在講的是 因為一個商業模式 今天在談的都是在談行銷之間的問題 所以你得先認可 這個產和銷之間需要一個商業模式 而這個產和銷之間這個商業模式 是確保一個合理化的分工 那如果你認可這樣的事情 那我們就可以繼續來談 就是這樣的分工 然後還有這樣的配 是不是合理 那如果不合理 那你可以做什麼 打破一下這個規則 當然剛剛打了很多通責 就是你可以資訊化 資訊化 或是你從自身做起開始買 開始關心 那很多年輕人回到鄉村 然後你只生產 然後我就會說 不你不該只生產 你應該可以承擔一些 用你現有的優勢 可以承擔一些這樣的責任 所以我們現在不是只有生產 我們也做器座 我們也做 我們找了一些小的餐廳 一起跟我們配合 那樣子 我想這就可以解決 也許可以解決這個問題 而且它可以朝向 這個模式可以被複製 那樣子 它是可以被複製的 也就是如果你想說 你一個人種田 然後你在哀說 這個環境怎麼對你那麼差 那樣子 那拜託你不要哀了 你開始找一個其他人 跟你一起哀的人 然後你可能說 我們一起來吧 我們一起來解決這個現狀 那樣子 這是我們想要做的事件 好 那小馬的部分 那我這邊再做個補充 就是 就是我們 我想先請問一下 就是那個原住民的部分 他們栽種的品項是什麼 是 很多 就是 蔬果葉菜雜蓮 什麼樣的品項都有 對對對 因為全台灣的一個原住民的部落 種的東西真的很多 OK好 好 當然 如果說真的要直接的話 就是我覺得 如果是我的做法 我會先協助農民做個分類 所謂分類是在於說 今天 因為我們知道說 食物都有保存的 保存的一些 旗械嘛 那當然是說 如果說有機會做到加工 那是最好的 因為它保存時間比較長一點 對 但是不是每個原住民 因為你加工 你不需要一些器材資材 那其實 有點路不復出 所以如果說 在初期導入的時候 我建議就是像小馬 我覺得農民 他們對於自己的產品 他們可以先做個分級 對 讓他先認識一下自己的產品 因為其實很多原住民 他們生產只是為了苦口飯吃 對 他其實沒有真的很了解說 他到底 耕種的東西是什麼 對 他們可能這方面知識 還不是很足 對 他們甚至連說 到底他們的產品的分級 到底是好還是不好 他們還不是很了解 那當然就是說 好的產品 他當然就是 第一個他賣價一定會比較高 對 而不是說全部的產品 把它集中在一起就是一個價格 對 那你可以先 第一步可以先卸出他 做一個產品的分級 那 至於說 剛剛提到運費 其實 小馬剛剛已經有透露一些 解決的方案了 因為其實像 假如說今天 農油他們生產的是 如果是以一些雜糧為主 或是說以葉菜為主的話 其實對應到 當然還是要有一定的量 那當然這個量的話 你如果說你A級貨 然後你要有一定的量 那你當然要賣比較高的價格 對 那其實我們也有調查過說 像 現在一般的一些食材的一些 譬如說像一些 舉例像自助餐好 或是說像 一些我們大家周邊的一些店家 我曾經有拿著我自己的有機蔬菜 去跟店家推銷說 你可以用來看我們的產品 對啊 其實店家都會給我一個答案 就是說我很想用 我很想支持有機啊 可是你們東西真的太貴了 對 我也要生活 我也要活 但是我活不下去 對 但是我也有想過說 那像我今天 我有很多一些B級貨 對 我有一些這樣的產品 它也是好的 只是賣相差一點 對 那假如說我這樣B級貨的話 那但是其實我就算賣B級貨 其實我的貨益也蠻不錯的 至少我可以先解決 第一程度的一個銷售議題 換而言之就是 我覺得第一開始就是說 先讓農民了解說 自己的產品還有自己的產量 對 那先以一部分 假如說我今天全部生產有 100公斤的一個量好了 那B級就是說 其中50公斤 我是拿來做打底的 因為像其實那個時候 我們在農場的時候 我們其實我們很趕啊 那時候我在經營農場的時候 我自己直接去找同路商 我自己直接面對同路商 跟他說我可以跟你崩禍這樣子 那是因為有學校的support 對 那假如說農民 他們有一個同意的出口 對 其實他掌握農友的品項 對 我覺得還是要成立一個團隊啊 對 然後對農友的品項 要有十足的了解 對 然後甚至就是說 他 每比是有配或沒配 每比是社會企業的一個概念 都OK 他必須要協助農友 去面對這些廠商 對 因為他們畢竟太遠了 對 那當達到一個這樣的境界 然後而有足夠的貨量的時候 其實運費的成本 就會被cover到最低啦 對 那這是一些簡單的分享 謝謝 終於有年輕人要問問題 沒有 其實 其實沒有我很年輕 那 就是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剛講到都是農民自主對不對 那我現在想講的是就是說 那消費者有沒有想要自主的問題 如果你在乎那个东西的价格 那我就是讲我是一个消费者 你是希望它是在微风广场出现 然后你去买 还是你会希望是它是在 那个 那是什么 潮商 潮商用什么 一般全联那边出现 你跟他买 还是你会希望是 它会出现在 你市场隔壁的阿桑跟他买 或者它会出现在你家顶楼 然后大家一起share掉 这个就是那个奈片菜园 我刚刚讲的就是有四个部分的 你可以取的那个商品的东西 那我就说在不同的地方 它就会出现在不同的价格 那你决定怎么那个价格 我是认为是这样子 你要或许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当一个农夫 可是我觉得 每个人至少会有一生 应该去体验一下当农夫的感觉 那你会开始感觉那个价值在哪里 那我这讲的是消费者自主的部分 那或许大家有机会 可以去堂试看看 你不要做农夫嘛 你可以去做一日的真实农夫 我相信会有更多的农场 愿意开放这种事情 让大家来体验看看 因为通常你体验之后 通常你会觉得它的价格 或许就没有这么高 或者是他愿意用更便宜的价格卖给你 特别是他抢收的时候 好 说完了 因为时间有限所以大家可以 希望大家可以 就是我是那个MIT新大验证农产品市级的经理 那针对那个农夫市级我想讲一下 现在全台湾的农夫市级 它在成立的宗旨 就是它有提到刚刚的小农的定义 就是我们都是就是它是一个筛选 就是跟今天一个没有讲到的名词 就是工业化的农业生产 那工业化的农业生产的话 最近有一本书是食品的全球经济学 然后从一片披萨讲起 这本书还蛮好看的 那工业化生产的话其实 为什么这些农夫市级 他在成立的时候 他要求要农民自己来卖 那小农的定义就是说 它是家庭式的生产 就是说可能今天我跟我妈妈 或者是我跟我姐妹 我们是劳动者 那我们自己一天 就是一个礼拜到农夫市级 去卖我们的农产品 可能就跟这两位农亲是一样的 可是今天当就是利益变大的时候 当开始像他们有提到说 台塑也在就是他们也在做油机的时候 因为我在从事这个农业 所以我同学他就很开心的跟我说 佩琪我也买了那个有机蔬菜箱 就是我要支持你们有机 然后我就说那你跟谁买 他就说他就Google一下 就跟台塑买 然后一箱菜才六百块 那我们的农 而且他六百块免运哦 可是我们的农民大概都要一千块 然后我们刚刚有说运费是一百块的成本嘛 对 可是你知道台塑发生了什么事情吗 他是单一化粽子啊 他的品香其实不多 所以他毫无生态可言 而且他就是老板赚大钱 里面其他的员工就是22k啊 我们这种农学院毕业的学生去台塑上班 我们一个月就是领22k啊 就是大家都22k 这就是你要把事情做大 那赚钱的人是谁 所以这个工业化生产这个也是一个问题 对 所以农夫市集就是 因为有人说他不知道要去哪边买好的农产品 那我要道歉是因为农夫市集赚不了什么钱 所以我们也没什么广告 所以大家就不晓得 不过刚刚这个先生也讲得很好 就是那个消费者自主 就是其实如果你真的愿意去了解整个体制 就是你们再多花一点时间Google 或者说像你们来这边你们就知道了 那就可以知道说农夫市集 那你们可以再去感染其他的人 对 那育苗的问题 因为我农夫市集这里有20个农民 然后我工作两年多来接触50个农民 我的农民因为是 因为他们要经过有机验证通过啦 那他们目前的话都是自己育苗 对 那他们自己育苗的原因 其实不是除了农药的问题的话 是因为他们要提供他们的生产者 比较好的品质 因为你今天如果是单一化种植的话 他们大概我们现在家庭室生产的农民 就是我刚讲夫妻两个人到我们市集来卖菜 他们的菜园大概就只有这一间教室这么大 那他们是每个礼拜都要 都要育苗 很麻烦 他们每个礼拜都要育苗 然后种菜采收 他们才能够满足市集的消费者 可是你今天大型的就是那个生产模式的时候 他可能育苗的方式就不太一样 因为育苗场是统一的时间 然后大家一起种嘛 可是我市集的农民他们是每个礼拜都要育苗 因为每个礼拜都有人要买高丽菜 每个礼拜都有人要买不同的菜 那再提供另外一个 就是现在有很多生态农场 因为你看台硕它也在做有机嘛 可是我提到它是单一化种植 可是我的农民他们在生态种植的时候 就是他们我刚讲小农 然后一对夫妻 他们的农地就是大概两分地这么大 他每个礼拜带20种蔬菜来 为什么他要自己育苗 因为种苗场没有那么多菜 所以农夫市集它里面 可以提供的东西就是 就是大家可以来看看 然后真的了解这些农民 谢谢 大家刚刚有分享 那等一下再请主讲人这两位 再综合大家的一些问题 key point 大家再深入探讨一下 针对那个刚刚提到原住民 他们的产销的问题 他们包含说我们现在不管小农 大农 企业化怎么去进行 这全是商业的问题 那我本身做的行销 以前也是在农产品通路比较多 自己也撞强啦 也赔了不少啦 我会给的建议就是说 我们不要去集合这些小农 不管它的东西最后是到超市 或到任何地方 我们要做到一件事情 让小农能够做到排成生产 我才能够去跟这些企业 所有的消费者告诉他 我多久以后有什么样的东西 而不是让消费者自己来 说你今天有什么东西 我给你买 如果这样会产生一个问题 像我们刚刚配置提到老庄 他种凤梨一几天八千斗 他没客气 八千斗 你还叫他买到 他在大农的烧 这是我们农民会遇到的一个问题 他没有去做一个流程的一个生产的一个规划 那我们在做进行需要协助这些农民 协助这些原住民部落 我们也必须要去帮他们做到生产的计划 我们在后来的通路 我们才有办法去往后再去走 而不是 我今天 我农民有什么来来来来来 等你东西你拿到的时候 你要再去卖给超市的时候 然后东西就失败了 即使你透过中央 有我们一个中央的集散点 你也要等到他来的 我今天要送几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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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要出去走 这对我们实际上 我们要协助他们在做通路这一块 也会遇到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我觉得 刚刚那个大哥提到 青年能够做什么 我们可以去了解 每一个部落 他适合吃力吃重 他适合这种东西 不管是不是有机 还是惯性 我们青年可以去协助他们 在他们这个地区 在这个部落 他可以种些什么东西 那他什么时候可以生产 多少东西出来 他的产量 他的一个照顾的一个方式 然后我们才能够 再协助他们行销 但行销 很多人会认为 我做大伙子的 小白哥告诉我 垄断 所以我也会希望说 当我们有一天 这个团体长大的时候 能够有良心 让农友多一点利润 收购的价钱高一点 上通路的价格 大概三折 你们买到的价格 三折 你们到超市去买 一买菜10元 农友大概拿3元 而且搞不好 他还要自己去承担 这个菜 叶菜类 这些蔬果的损失 以有机方面 你要把它收回 你说你要去超市买 还是要把农友买 或者说 透过说 我们这些平清人 我们集而起来 那很多的瓶颈是需要多方的配合 不是只有消费者 农民自己要自主 农民自己也要能够 接受新的观念 接受新的 不是说我想要做什么 我就做什么 这个是要对农民教育的问题 我们一直说公开农民 但是我们公开他也要他们能够接受 那他们能够接受这样子的概念 基本上大家才有一起成长的空间 不然我们想要做三天 他每天拿来的东西就是这个 你要做三天 无从绑起 这是很现实的问题 谢谢 我想回应刚刚有提到消费者自主的这件事情 我是想呼吁就是说 也说呼吁好像有点怪 就是其实想提的一个就是 从消费者自主到公民自主 因为其实这个消费的这样的一个机制 我们常常在农业这个部分 我们就丢到就是说 由市场决定 我们常常我们的政府单位 常常在面对一些产销问题的时候 他就由市场决定 可是常常你也看到他就是在某些时候 他就是手就伸直进去所谓的市场 那真的农业是可以是整个就是所谓的市场化 就是交由市场来决定吗 这是我们可以去想一想的问题 那我提到所谓的公民自主 就是说其实我们除了用消费者的力量之外 其实我们应该更多的 就是发挥我们公民的那个力量 就是去了解我们国家的农业政策 然后这一些相关政策的一个制定 他如果有不合理的地方 我们是不是用我们的力量去提出一些 一些可以改造修正的一个地方 让这些包括说像补贴修跟这样的事情 它可以是一个比较正常化 可以真的真的能够 那个资源是真的是溢注到农业农村 然后是有一个正向的帮助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状况 然后就是用公民的力量 让这些农业政策也可以有一个改变 这是我想提出来的 等一下可以吗 就是因为时间有限 所以我还是希望说 让想要问问题的人先问好不好 就是我想要一个疑问 我有个问题想要问 因为我本身是农家子弟 可是对于农民的收入来说 我不敢从事清农这一块 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实上的生活 还是远大于做农业的收入 所以我还是只能乖乖的继续做我的工作 然后闲暇之间就是帮家里务农这样 可是我觉得我今天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到底是政策的问题 还是社会的问题 因为22K是现在很常见的现象 可是政府却说 却打出一个广告所谓的 百万收入女农吧 就是那个农夫是女生 可是现实跟理想 本来就是差距这么大 这是我想要问 你们两位的实际的情况 谢谢 小宝 实际情况 我这个材料站起来一下 就是我是一个N型化社会 所以有的算多情人 算多情人 那我在去年超入水平 只有100个人青年 不满您说也是N型化的青年 就是100个青年农民里面 它代表了台湾20岁到45岁里面 从事农业工作人员 然后水平板 那也是会是N型化的青年 我们有一些朋友他做五百甲 毛豆 我和几个朋友他做白甲 当你们听到这个杨雨凡 我们就说他是官庙刘德华 官庙刘德华 他就做五分 所以我们 当我们在谈论就是 耕种面积和影响力的时候 我们必须把它划分来看 也就是我们不能够以生产面积来看 也不能以收入来看 我们应该看谁有影响力 为这个社会 農業社会 带来更多的永续的概念 这个回答好不好 好 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事情 也站起来讲 因为我认为很多问题 在8月1号的时候 可以一并回答你 好 那 这个 我们刚刚在讲农产品行销 所以 有没有人还有其他问题 不然我就直接回 因为刚刚的问题 明显应该解决了 好 明显应该解决 我再讲一个例子 为什么要讲 我是一个农人 我也同时成为一个器座商 就在去年的时候 我们也成为一个器座商 坦白讲 我的器座农 赚的钱也比我多 我的器座农 所以是品项的问题 它是做芋头 在大甲 我们就回到刚才的价格的分布 我的器座农 它只从事芋头的生产 和水稻轮座的生产 那我的器座农 非常有意思的一个大哥 他也没有超过五十岁 他从事芋头的生产 一分地以现在大甲的每年的这个 产量和价钱 产量 是 不好意思 我们种得很好 产量特别高 就是四千斤 以大甲这个区域性 就是你不用直接卖给消费者 盘商来收购 他带了工来处理 所以我刚刚提到另外一个概念 就是服务的概念 盘商有服务的概念 所以不要一併的打消 打灭盘商的那个功能 带了工人进来 一分地有三千斤 所以你一个人要收 是不是很累的事情 更何况我这个器座农人 他做五甲 算一下五甲是多少钱 四千斤 五甲二十万斤 二十万斤 一个人怎么卖 一个人怎么收 不行 所以一定要需要盘商功能 好 我们再来讲一下 二十万斤一斤是多少钱 你买过鱼头吗 市面上价钱很高 就算是七十好了 一斤七十 那产地价十几块 或者是二十 我们平常我们就说二十的价钱 二十的价钱是多少钱 四百万 四百万一年 它是二十二K吗 不是 有没有 我有一个朋友 当我去种田的时候 我一个朋友就跟我讲 某某人到那个 因为我们好歹也是念博士 有认识一些人 某某人在香港 摩根去做说一个月三十万的薪水 我开始说 哇 怎么那么多 三十万耶 怎么花 你知道皇帝一个月吃一万 一天吃一万块就是三十万 就是很爽的生活 三十万耶 我告诉你这件事情 我后来想想 没有很多耶 我们那个七座的就是做善 我们那个七座的能源 他就一个月赚三十万了 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有 就是品相不一样 多元发展的程度 就造成有M型 或是有不同的角色那样子 这是很正常的事情 那当然你得决定是说 你一定要往这个事情看 你如果一定要往这个 经济收入成为你唯一评量 你的能力的标准的话 你也很辛苦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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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子 就是你只认为那个是你 评量你的标准的话 那就非常辛苦了 那今天大家吃到我们的麦子 麦子做出来的蛋糕 你知道过去在台湾的农民 从民国七十几年之后 台湾的农民没有办法 几乎没有办法自己吃到自己种出麦子 磨出麦粉的面包 没有这个东西 农夫吃自己的农产品 是不是天经地义的事 没有 没有这个问题 因为当我们的磨麦粉的机器 都是美国的大机器专门 就是让北美的这个谷物 可以进来的处理量 单批次的处理量 就是这个机器的设计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那小农是没有办法可以面对这个事情的 包括今天在台湾的稻农 在台湾的稻农 在台湾的稻农 我们稻米的生产量 我们稻米的生产量 我们说我们号称我们是自给率百分之九十 可是你知道吗 在大部分的稻农 是没有办法吃到它自己生产出来的米 你说有啊 他不是交去农会 然后农会给他换一包米进来吗 你知道单一批次的胃露量是多少吗 20吨 我找到了20吨 他说要拍谁 我们刚开始要去干燥 他说要拍谁 20吨 他要帮你干燥 那如果你只是中一两分地 你的产品不就是 在它里面一直绕 然后就分散在不同的 分散 就是随机的在不同的这个里面 那样子 对啊 这是个问题啊 因为为什么没有小机器 因为我们不重视多元性的发展 如果我们重视多元性的发展 这也许这个价值 会成为你 你认为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你就比较能够衡量你自己 当我自己吃到我自己的麦子的时候 我就会很感动 我相信那个就不会是一个价钱 可以衡量说 几十块钱一公斤的事情 就算你是那么认为 不好意思我也不是那么认为 我不太管你认不认为这个事情 因为你不见得起 可是有人吃得起 或是你吃得起 别人可能吃不起 就是很多不同多元的状况 所以我根本不会拿这个事情 来衡量我自己 我们必须要拿 当然钱是一个事情 当然也要衡量 没错啦 可是我说它不会是一个唯一标准 也不要用唯一标准来衡量 就太辛苦了 太辛苦了 最后一个问题好不好 这个问题其实困扰我很久 然后我想跟两位讨论一下 就是我们进来在谈 就是说农业 对我们最好是四地四重 四地四重 然后 但是另外一个面向 就是说 当我们进入市场集资的时候 大家都知道物以稀为贵 对 所以当我们四地四重的时候 就适合了季节很多时候 对 重一重 然后又遇到 就容易种 然后产量多 然后或是 或是那种 对 就是说 当我们要在不同 就是不适合它种的时候 然后它才会稀少 然后价钱才会高 对 然后所以就产生了很多高山农业 在夏天在那边种 那个所谓的高粒菜之类的 对 然后就针对这个部分 不晓得两位的看法是怎么样 高粒菜也是四地四重 你懂我意思吗 懂我意思吗 农夫有 我刚刚在里面自己练习 农夫有 农民本位的想法 就叫自主权 它可以决定要种什么 所以如果它要决定种什么 它当然可以叫种啊 那当然我们现在碰到问题 所以我说这个问题 要把它拆开两件事情 就是大众物资 大众物资跟小众市场 你不要把它混在一起谈 因为这样子你很难去切割 所以刚刚那个大哥在讲的是 管理这件事 一定要管理 我们去新加坡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蛋丸小岛 可是蛋丸小岛就是 不断地去创造它的商业价值 所以就是蓬勃发展 它就用了很好的管理技巧 那样子 所以四地四重 也许是一种 就是你有没有想过四地四重 是一种别人的 遂词 告诉你不要种这个 就是剥夺你的耕种权 为什么我会这样讲 你刚刚讲到喜悦 那我们就讲喜悦 是不是这个例子 你别责了 你别责了 你这不失败 你别责 奇怪 为什么国家可以限制我种这个 我想吃这个 我为什么不能种 为什么我种 我一定要经过你政府认可 我才能够种 我一定要有一个良商帮我背书 我才可以种 奇怪 我不能自己卖 我的自主权在哪里 怎么没有人关心我自主权 所以四地四重 我想这个事情 我们反而回来看 是说 应该是他刚刚回答的问题 是管理的问题 也许就有很多不同的管理问题 可以解决 可以创造产值 那我们也希望他可以创造产值 就是如果他有能力 他努力 我们也希望他的产值 那只是 又回到刚刚的问题 就是 如果只单一用一个赚钱来衡量 他的产值的话 又毁了 又都毁了 那样子 因为 你就没有想过永续了 所以我们 我刚刚在谈论这个事情的时候 我个人支持永续农法 我个人支持永续 而我要问的是你 如果我们回到今天的议题 今天在谈论的产销模式里面 它有没有永续 它能不能包含永续 或是永续有没有包含这个产销 你应该问这个问题 这样子 或是你的消费模式 有没有能够符合永续 这样子 你应该可以问这个问题 也许问了一个农夫 叫一个农夫 苛者一个农夫 他要种什么样子的东西 然后说他不符合什么 永续发展啊 我又想问你 那你呢 你的永续在哪里 你的永续概念在哪里 你的所有 我们正在投票 我们正在投票 消费市场 自由市场 刚刚有点提到自由市场 最喜欢听自由市场 市场机制决定一切 那样子 当然是假的 对 因为 因为 如果我们的市场机制 只看钱 不看其他的特质 包括農业 就是粮食安全 自主安全啊 我们不讨论多元性发展啊 这个 我是说diversity 不是多元性 乖乖的 我是说diversity的问题 就是 不管是生态多样性 或者是农业多样性 我们如果不考量这个事情 那也不行啊 对不对 所以我们回头来讲 就是说 大家可能要不要关注 这个 你自己的消费模式 你正在做一个投票行为 你买什么东西 就决定了市场上 跟他消灭谁 那样子 所以 对 有一种程度是这样子啊 因为如果你用价钱 来衡量这个事情的话 你买什么 就决定了在消费哪一种农夫 存在 他的农夫价值 他很不巧的 这个农夫又以价钱衡量他的价值的话 那就很惨 对 我们强调一件事情 农夫应该是什么 你刚刚讲 我非常喜欢农夫不是可怜的本色 就你今天看到我的时候 你不会认为我是很可怜 那样子 因为我人言善道 OK 那不是 如果是这样的话 那我就问你 你以为农夫应该怎么样 我们希望 当然收入 我们如果一讲 解决第一件方案的时候 当然收入不要太差 第二件事他要怎么样 第二件事情 他在他的农业工作里面 他的专业生产工作 他可以得到 他可以得到尊重和协助 那样子 尊重的协助 尊重的协助 就是他是 他需要的是partner 而不需要上司 他不需要上司 有一个上帝就够了 不要两个啦 比如说到此倒了 有一个上帝就够了 还有一个人一直骂我 那怎么得了 怎么受得了 OK 第三件事情是什么 他需要健康 他需要健康的问题 对不对 我们只有农保而已 我们只有农保 农保附带了健保 那样子 我要问就是 谁在意我的 如果你都选择 要吃那个 有毒的蔬菜 要漂亮的蔬菜 有毒的蔬菜 那你没有考量我的健康 那不就是一种剥削的一个状况吗 就是说不对等 就是剥削的状况 第四个事情 很重要 从外面没有人提过 农富自信心从哪里来 你在社会上工作 你在社会上工作 你花了五年的时间 你可以从一个入職 然后啪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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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在小企业可以当客长 你在大的公司 你啪啪啪啪啪啪啪 你也许可以做到一个 你知道五年 我们在干什么 我五年种田 我们那名字 不见得会增加 我自信心从哪里来 如果我只看我的产量 我就住不到田 不然我怎么办 我只看我的产量 单位生产量 就靠着管理的方式 不断的搖 那最后就是一样了 那我就用行销模式 包我的米卖得很高价 卖到我都吃不起 那也不行 你懂我意思吗 也不行 所以它会有一个平衡 它会有一个瓶颈的 那如果我的自信心都从这里来 那就很可怕 我认为社会上 开始需要一些气氛 是能够提供新进的农民 或是正在从事农业工作的自身农民 它有一个自信心来源的一个机会 市集是一个机会 你的选择 你在你的 买农产品的时候的选择的过程 也是一个机会 你去认识它也是一个机会 我想这些都应该涵框在内 这个可以做得到 它不是很难 谢谢 好 因为时间关系 我就简短的讲一下 就是针对于市地市重的部分 其实站在厂商的角度 我当然希望说 就是我要的东西 农友一定可以供给 可以种得出来 对 但是 其实今天农家 在农家的思考上 因为我们今天生产的是农产品 对 那我们当然会有 受地理环境 以及气候的限制 当然就是 在这样的限制下的话 如果说搭配这样子的环境 当然可以种出 比较高品质的东西 然后搭配自己所擅长的品像 也会有所不同 对 所以我给这样的一个回答是说 你是站在以市地市重的前提之下 然后不断去增加自己的薪资 然后尝试去利用自己 因为农地很大 不是说每个面积 你都一定要种同样的东西 你可以把农地做划分 对 然后有一些你可以尝试做一些 比较特殊的品像 练功夫 然后顺便试试看市场的水温 因为你种这种特殊品像 一定厂商很难去收 对 那给大家分享一个Case 之前我在大学的时候 曾经接过一个案子 是跟一个知名的主厨 叫江振诚 大家听过吗 好 就是我有机会 就是接触到这样的产学合作案 我生产他要的香草 对香草 那个作物相关的东西 他有开张Menu给我 有兴趣我可以Send给你们看 好 知识全部公开分享 好 对啦 因为那个没什么好暗扛的 对 然后他要的东西 就是他要专注的东西 他对于品质跟品项的要求 那对应到的是你今天生产的东西交给谁 对 你今天 当然你功夫一定要好 你今天 行述出来自己的形象是很重要的 比如说今天 为什么讲师弟师中 为什么讲农友 我今天所钦佩的人 不是说你今天你赚多少钱 或者说你今天有多大的成就 而是说我今天看到 比如说马玉安 我知道他就是一个 有想法的种稻米的农民 我可以讲得出来 看到他的名字 我就知道他做什么 他种什么 对 然后他行销 然后他在意的东西是什么 我觉得他是值得让人钦佩的 那搭配到农友是一样的东西 他在自己的环境当中累积 对 所以他不应该去放弃掉说 他之前累积到的东西 而应该站在这个基础上 去寻求更好的发展 对 然后把自己农地发分 然后去跟一些新的一些资讯做接触 对 那你会知道说 自己的产品 还有搭配到现在牧场上 目前市场上 你自己累积的人脉一些关系 你会知道说到底 未来自己可以怎么做更好 对 好 大家这样 谢谢 好 那个 因为刚刚有人提到绿豆的问题 对 其实 其实我觉得不是只有想要种绿豆而已 因为 因为那个地方其实还蛮特别 就是 为什么会选择 基本上因为那个地方 第一点 他是有人提供 他不用付租金 因为我没什么钱 所以我不会去租一块地 然后 然后种不成功 一直去尝试 因为我之前有认识一个朋友 他基本上他四处去辅导农民 他真的 他对植物很了解 大家都俗称他植物人 对 然后 OK 好 那他先走了 所以大家谢谢他一下 谢谢 然后 对 赶时间的同学 就是要考试的话 你先回去 然后就是 因为我认识那个朋友 他本身在做生态农业的种植 那因为我 我原本 因为我对生态不是很了解 然后对植物也不了解 然后我是看他 因为我常常去 去听他分享 然后去看他农田状况 然后发现说 他越种越好 越种越好 然后所以 我自己也很想尝试 然后 我会希望说 到一个农村去 我能够用 把这样的模式带进去 然后 甚至不是只有生产的问题 这样子 因为那个地方 老实讲 现在大家 问一些朋友 就是大家想要种田 然后大家 现在就是 频频的去问说 哪里有 生态很丰富啊 然后地很干净啊 附近都没有污染的田 我心里想要 我就一直在 这个问题一直刺激我 就是说 我靠 那我真的要找这样的地方 可能真的只有到山上去 那为什么我后来会选择到这块田 因为那块田其实 它状况 真的就像大家 一般从新闻上看到的 那个农田的状况 就是旁边很多工厂 然后小 一栋栋的农舍 那大家可以想要 说那个水 一定是有污染的 甚至是有重金属的 但是你会看到 旁边所有的农民 大家继续在种 然后地下水污染也很严重 有些人以为说 水尊有的污染 结果农民就去挖井抽地下水 结果地下水有污染更重 因为我们有去验 然后所以后来就觉得说 哇 那个这个问题就是 这个问题当然农民就是 大家其实都觉得 其实他们都知道 但他们很痛苦啊 就是 不是有那么多人想要卖地 农民很多人是 虽然说他们种到就是 收入不多 可是他们是想要继续种 但他们知道那个有污染有问题 可是他们又没有办法去解决 然后 当然这个 因为工产已经存在了十几二十年 所以 那个问题一定是他们有去反应过 但是没有人要去解决 你看像台湾很多农村就是炸什么 彰化啊 电鍍厂啊 河美什么东西 其实就是这样子 对啊 那 因为我认识那个朋友 他算是 他会 他有一些方式 他因为他有学习国外的一些技术 他知道说怎么样去解决 农地污染的这些问题 所以我就想要跟他学 所以基本上这个东西是我 用这一块田 我是想要去做一些尝试 对 不一定是说我要达到多大的产量 但是我想要去知道说 我怎么样去 把这个土壤的问题 污染的问题 把它做一个小小的改变 也许他有一些方法 只是我们都不知道 对 因为台湾很多资讯 是有点封闭的 就是国外有很多新的技术 我们根本就不了解 但是刚好我那个朋友 他真的是蛮厉害的 所以我就想要跟他学 对啊 然后其实大家在谈到这个农地 这个东西就是 你去找农地 你就是一直要找非常好 很优质 环境很棒 问题是你真的 就只能到山上去找 那你如果你又想要种田 因为你种田 你不可能说 你住在海中 然后你要 你去租一个苗栗 好山好水的地方 那你每次去 你来回 你真的一个礼拜 你没有办法去太多次 你知道吗 所以就变成说 我现在找的那块田 它真的就是 它在无人那边而已 就很近 但是它很明显 它就是 像我刚刚讲的问题 就是小工厂家庭这样子 那所以 我觉得年轻人寄到农村 我 我不是只是为了做生产 对啊 那我其实就是 关注到那边污染问题 我想要借由我 借由年轻人进入到农村去做 然后让附近的农家看到 大家可以一起去思考说 我们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 也许 大家串联起来之后 力量大到一个程度的时候 也许 政府就会注意到 所谓民间公民有这个力量 农民也成为公民 他有办法去告诉政府说 他非常重视这个东西 然后政府 逼迫政府去做一些回应跟改善 这样子 对 然后所以 那其实农地的问题很多 今天其实主要是谈产销 但是不好意思 就是大家问了很多问题 就后来又拉广了这样子 那像我去乌日那边 对 他那就是 因为你知道就是工厂家庭 然后污染 所以农民就是 很多大家都是一块块的地 就是卖掉 然后你 你原本有很多土地嘛 那你慢慢的 賣给别人去盖工厂啊 什么的 然后因为你老了 你没有办法种那么多地 然后所以你就是 地越来越小 越来越小 然后小到后来 因为我看到那边有很多地 就是大家都 就是广告嘛 要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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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大家可以想到说 你越来越多农地 要卖之后 你农村当然就是一定是 越来越多的工厂跟农 跟那个农舍 所以这个问题 我觉得是 是一个 就是一个 可能跟粮食自菊有关 然后跟其他很多方面 都有关系的一个东西 对 所以可能我们要去从事农业的时候 我们进到农村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去 只是去想说 我们要找一个很干净的农地 环境很好的地方 要去种 对啊 因为它背后其实 有很多其他的一些问题 要去面对这样 所以 那小马有没有什么要补充呢 没有人 你刚刚讲的 好 好 时间有限 那你可以讲一下 就是因为你刚刚讲的 让我就想到一个问题 因为大部分 我自己现在也是会 试能力而买一些 农产品 就经由上下游 或是台湾好农 这样子的网站 但是 然后我家自己也有种东西 我想问的是 是不是只有 投入有机农业 对农夫来说 才是一个未来 或者是说 比如说 像我爷爷那种死不改的 就是他就是要种那个 普通的农业 就是像这样子的农夫 他们到底 未来是怎么样 然后 对他们有什么方向可以选择 或是 或是对真的 经济非常有问题 他们真的没有办法 复合多一点点的钱 给有机农业 那我们又应该要怎么 就是帮助他们 这个问题 我们让有五年之力的农民那么大 我以为后面有那个 那个 有机支持者 对不起 我不支持有机 我支持永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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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机不永续 对啊 你问问看 是不是永续 那一直是非永续 那一直是非永续的才会永续 不是 就是 就不应该定义 有机是等于永续 就不应该定义 这个事 有机更严格 我严不严格 看你怎么看 就是如果你只单看 生产过程当中 就是你不要用这个 不要用那个 我不认为你已经严格的 概括 你可能可以做的一个永续范围 这样可以了解 就是说 你可以达到的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 我没有 不是那么支持 而且我也不太那么支持 就是 你马上就要跳入一个 一个 一个 一个状态 这个状态是你达不到的 就我刚刚有回答一个问题的时候 我会这么说 就是你以为 有一个方法 可以解一次的 Total solution全部解决了 不好意思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可是怎么样改变农村 就是蹲点啊 蹲五年啊 那么简单嘛 蹲五年 蹲六年 蹲十年 他本来住不到地的 所以就住到地的 因为开始有关系了 因为我蹲 蹲一年 两年 三年的时候 然后我没有办法改变农业现状 一个蹲五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出现了 合作的partner 他愿意用更友善的方式 跟我们一起做 那 在 我刚刚会提到 如果你在工 在这个 商业 或是在工商业上班的时候 你可能很快的累积 你做五年 可以很快的累积 你的人脉 还有你的 各项的 你的工作的 一个 的成绩 而且农业比较不容易 是因为 人际关系非常非常重要 那你需要有很多的技巧去突破 我讲一个过程 当然这八月一号会起 我们一直把八月一号放在这边 OK 好 我讲一件事情是这样子 我们刚开始希望我们可以住到农地 这样子 我的父母 我的父母不是种田的 那 我怎么样 我刚开始我只能有一个很小小的一块地可以种 那是我祖父辈留下来的 那我们开始想 到底我怎么样才可以租到田 因为大家都不相信我可以种田 对不对 这第一年嘛 第一年 第二年第三年第四五年 都是一样 你种十年 人家还是不相信你可以做 为什么你跟你们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 所以关系很重要 那怎么样可以让它让你们开始有关系 所以我们就开始想 我在前几年的时候 我们开始去思考 这个怎么样去经营 当然包含了就是 我开始采购某一种机具 我找一个机具 我可以除了我自己可以做 我可以帮人家做 我就可以产生一个关系 那我开始有整田的设备 那我就可以帮人家整田 在整田的过程当中 我就可以更多认识人家 人家会相信 我投入这样子的一个资本的时候 他会相信我是认真的 那甚至我们开始做契作的时候 他会觉得 他会觉得我们敢这样子跟他讲 我们为什么可以跟他讲 我们可以提出这样的理由 那在这么多年的认识过程当中 他就开始相信这个理由是可以的 所以我说 时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千万不要把它忽略掉 我马上就做出一个东西来 就解决一个问题 没有没有都是时间造成的那样子 然后回过头来就是 我相信一件事情就是 社会不断的在演进 时代有不同的需要 然后谁能够符合这个社会的需要 他就比较有机会 可以在这个社会的一个价值观生存模式 过得比较好一些 这是一定的 老农有没有退休机制 有没有退场机制 这也是要衡量的啊 如果老农不退场 那人力怎么支持 那所生产的东西到底肥了谁 这都得全面性的考量啊 所以我刚刚说有序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最可怕的一件事情 在中华民国很少去想到 人力的有序 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生育率 会跟我们的死亡率一样 你知道吗 2030几年的时候 这梁氏梁写的 因为他们做了健保的问题 所以他们认为 梁氏梁是做人口 他是做人口调查的 就是统计专家 他说2030几年的时候 我们的人口会变成1700万 不是2300万耶 你有没有想过 这个会在我们的农村 会发生多大的变革 不小心 我有三个朋友 三个朋友当中 就拜拜一个 变成两个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3200万跟1700万的意思 就是这样子吧 我有三个朋友在农业种田 种了10年之后 奇怪耶 其实人变少了耶 这样子 人趴那变少了 趴那变少了 趴那变少在什么 因为我们是投票的国家 一人投票啊 所以趴那变少了 就输了 你知道吗 这件事在什么上 明显很明显的发生 过去 我一条水沟 尊高啊 有一百个农民抢水 所以一百个农民 雇这条尊高啊 这条尊高啊 弄得清洁溜溜的 那样子 不会有那个垃圾 那你知道我 我现在我种田 我就想说 怎么那么衰 想一想 对啊 只能我亲啊 不然你能奢望那七十几岁的人去清水沟 然后不小心跌了 然后 都是吗 就是 这也是一种责任啊 这也是一种责任 然后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议题 我们在八月一号的时候 告诉大家 而且我们会用统计数据 说服你 参与这件事情 不然你很快就会只吃到像新加坡一样的食物 就是你的水果就是那一种品种 你的米就是那一种品种 你要很难吃 你嫌它很难吃 可是你没办法 你没有条件可以选 你的多样性 会被打掉 你的这个 你的选择性会越来越少 这样子 这我们有机会 我们再讨论 希望我可以回答你的问题 谢谢 太好了 我也不知道我干嘛 感谢我们的雨潭人 就是很尽责的 其实一直在帮我们cue 就是之后我们谈 会有另外一场讲座 就是我们小马 他会再来继续跟我们再讲 因为我们永续嘛 其实但是 要谈的面向很多 step by step 就一步一步 你要 其实真的是 有时候我们真的 在产销间迷路 但是我们其实还是要 努力找出路 但是这不是说 一下子就能够做得到的东西 所以8月1号 同样在礼拜五晚上 那个 小马 我们会不能来台 就是千年成为日子 我希望如果 开始 努力工作之后 我们最开心的建筑 我刚才想 我刚才要跟你说 是我们会不小心成为垄断 对不对 你刚才有听过了 如果你 如果你 会思考我这句话 你就会发现 我不小心 我也会成为大米商 对不对 有没有机会 有 有 因为竞争者 越来越少啦 所以我要谈了一件事 可是我们会害怕一件事 我如果没有partner 自衡 你需要partner 不只协助你 你也需要partner的自衡 这是诚实的 在这个市场的任何一个 在农业的生产过程当中 我以前就想 碰到那个养辱门的时候 我就是想说问他 不然你整年之后 你才可以 你才有可能变成台北运销公司 你懂我意思吗 因为不小心就垄断了 而是你现在起 你决定的你要累积什么东西 我们在8月1号的时候 会去做比较仔细的 去让他去了解在人口 人口的问题 还有这个农业的问题 他结合之后 然后产生什么样子的影响 他可能会波及什么样的事情 希望你可以来 那透过你的关心 可以面对这个 就可以解 也许是一个机会 是一个机会 让这个事情可以有 比较好的一个发展 好的 谢谢 就是真的 我们今天的语谈人 他也身份也非常多元 也就是帮我们的主持人 在预告下次的活动也讲到了 然后其实也去讨论到不同的议题 那因为今天时间真的很晚 感谢大家就是陪我们到最后 其实每一个主题都有他 要我们继续再进一步去认识 包括可能前面提到 农夫我们只是要去帮助他吗 那或者是说 从不同的角度来去做切入 那后面还是要稍微讲一下 就是因为其实我们 折舞的运作方式是 是不收费的 那如果大家在离开的时候 你口袋里面 如果觉得有点沉重的零钱 是可以投到前面的 这个话 这个话